把边的户型两层连排别墅 它虽然没有阳台 但是它的窗户非常多 非常大 二楼的采光非常棒 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门呢还是典型的 Jones Home的连排别墅 门旁边还有一扇额外的窗 所以它一楼通光性非常好 你进门的右手呢 也是卧室和洗手间 我们现在大家去看一下 这是靠着正门的第一个卧室 两边有窗 采光非常棒 也是非常刚的挑高 戴自己的衣帽间 紧接着设两个卧室 共用的洗手间 也带额外的窗 采光非常棒 第二个卧室 非常大的窗户 它所有室内的门都同样是八尺高的 那么接着往前走 就是洗衣房 以及通向车库的门 它的这个洗衣房面积还不小 这里有额外的空间 可以用来做叠衣服 放衣服的位置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里呢 是额外的使用了楼梯间下面的空间 所以它的这个高度 有一点点局限性 我们看一下它的双车库 同样是标准的 带窗的这种车库门 采光非常棒 以及Jones Home典型的 Hybrid Water Heater 更加节能 而且它的寿命一般也更长一些 一般的热水器的寿命呢 保质期是八年 而这种的保质期一般要在十年左右 那么我们接下来到二楼 大家去看一下它二楼的设计 这个户型一上二楼之后呢 也同样是非常宽敞的客厅 和开放式的厨房 这个房子是没有阳台的 它只有两层楼 但是它窗户非常大 而且它的主卧在二楼 大家看到它的主卧的窗户也非常大 所以这个户型呢 如果是个把边的户型的话 它就三面通光 采光真的非常棒 那么先到它的这个大窗前 去看一下它旁边的设计 这里有一个半洗手间 也是我们常叫的powder room 也带额外的窗 旁边就是空调机的工作室 这套房子因为没有阳台 而且只有两层 所以它的价位要比三层的连排别墅 要便宜很多 用来做投资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里我们大家看到的地瓷砖 地板砖 以及它的花岗岩台面 和厨房的配套设计呢 都是标准配置 对的 也就是它的标准配置 都用的是这种嵌入式的微波炉和烤箱 在我们很多建商 都是把它作为美食厨房 额外的升级和收费的 它这个都包括在基本价格里面 这扇门是额外的储藏室 进主卧 大家看一下它的主卧设计 主卧设计是两边有窗 所以采光非常的棒 这里的挑高也是够高的 室内所有的门 同样也都是八尺高的门 所以空间感很强 前面的这个门呢 就是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小 在卧室门的旁边 就是卧室的洗手间 也采用的是这种 骨仓门的设计 非常节省空间 大家看一下它的卧室洗手间 右手的第一个门 就是带隐私门的马桶间 这里是双台下盆 一个面积不小的冲凉房 房子看完了 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下 介绍是不是我的想法 这套房子的位置 是在我们 Lake Nona附近的 Eagle Creek 这个小区可能很多朋友 都比较熟悉 有很多客户搬来佛州住呢 在Lake Nona之后排选 最后都选中了这个小区 如果大家想了解它的位置 以及它小区配套的一些具体的信息 可以参见我们上一次 一个大平层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个户型呢 在整个小区 现在所有可以售的户型里面 是价格最低的 那么大家也看了它的面积 看了它的布局设计 我觉得在这样的位置和价位上 这个小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自住 或者是投资的选择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户型的话 可以点击我们视频下面的详细信息 看房子相关的面积大小 位置以及价格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户型的话 也没有关系 关注我们下次带你看更好的奥兰多房产 感谢观看